正文 汉纪时期 中宗小宣帝上之下的节三年 甲银 前六十七 汉纪时期 汉宣帝帝节三年 甲银 公元前六十七年 一春 三月 赵约 盖文有功不赏 有罪不诛 虽唐 于不能化天下 今交东乡王城 老懒不殆 留民自占八万余口 至有余等之效 其次成绝官内后 至中二千十 未及征用 毁并足官 后赵使丞相 御使问郡 国上纪长使 守成以政令得失 火队炎 前交东乡城 为自增加以蒙贤赏 是 后俗力多为虚名 云 一春季 三月 汉宣帝班部赵书说 人们常听说 如果有功不赏 有罪不法 即使是唐瑶 于顺也无法将天下治理好 如今交东国丞相王城 工作勤奋 当地申报户籍定居的刘敏 达八万余人 治理成效为特等 此王城官内侯爵位 并将其官阶提高到中二千十 还没等到朝廷自行征召任用 王城就因病死于任上 后来 汉宣立命丞相 遇使向各郡 过来朝廷承送财政 户籍包册的常使 守 成等官员询问朝廷政令的得失 有人提出 前交东国丞相王城自己虚报流民申报户籍的人数 以获得朝廷的表彰和崇赏 从那以后 很多庸落无能的官吏 都靠虚假的成绩来骗取名誉 二 夏 四月 雾身 立子为皇太子 以丙级为太父 太中大夫书广为少父 封太子外祖父取广汉为平恩侯 又封阔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官阳侯 二 夏季 四月雾身 二十二日 汉宣立立儿子刘为皇太子 任命丙级为太父 太中大夫书广为少父 又封太子留的外祖父取广汉为平恩侯 或光的侄孙中郎将或云为官阳侯 或显文立太子 怒会不识 欧雪 曰 此乃民间识子 安德利 即后有子 反为王邪 父教皇后令独太子 皇后述召太子 此时 宝 阿者先长之 后邪独不得扛 或光的妻子 霍显听说刘被立为太子 起的饭也吃不下 并吐了血 说 刘是皇上为平民时生的儿子 怎能被立为皇太子 如果将来皇后生了儿子 烦 倒只能做诸侯王吗 于是霍显又叫皇后或成军毒死皇太子 皇后几次召太子前来 刺给食物 但太子的宝母和奶妈 总是先尝过之后再让太子吃 皇后拿着毒药 却无从下手 三 五月 假身 丞相先以老病起海骨 刺黄金白金 安车 刺马 罢就底 丞相这世自贤史 三 五月 假身 二十九日 丞相为贤因年老多病 请求退休 汉宣帝赐给他黄金一百金 和一辆由四匹马拉的 可以坐成的安车 允许他辞 关回家 丞相退休 自为贤开始 四 六月 仁臣 以位相为丞相 新朝 丙继位御史大夫 书广为太子太父 光兄子受为少妇 四 六月仁臣 初七 汉宣帝任命位相为丞相 新朝 十六日 任命丙及位御史大夫 书广为太子太父 书广兄长的儿子 书受为少妇 太子外祖父平安侯许伯 以为太子少 白使其地中郎将是监护太子家 尚义问广 广队曰 太子 国主父君 师有必于天下英俊 不宜独亲外家许事 且太子自有太父 少妇 官属于辈 今父是顺护太子家 是漏 非所以广太子得于天下也 上善其言 以允为相 相免官谢约 此非臣等所能及 广游是见器重 太子留的外祖父平安侯许广汉 因为太子年纪又小 便向汉宣帝建议 让自己的弟弟中郎将 许顺监护太子家 汉宣帝询问书广 对此事的看法 书广说 太子是国家的储君 其实 有必须由天下的优秀人才来 冲任 不应止于其外祖父许 是一家亲力 况且太子自有太父 少妇 官属已经齐备 而今在要许顺监护太子家 将使人感到浅漏狭隘 不是向天下传扬太子品德的好办法 汉宣帝认为书广的话很有道理 便将词语转告成相为乡 未想摘下帽子 谢罪说 这种高超的见识是我等所不及的 书广因此受到汉宣帝的弃众 五 京师大与薄 大航城东海肖望之上书 严大臣认证 一姓专权之所致 上素文望之名 败为业者 时尚薄言先俊 宾多上 书言便宜 折下望之问状 高者请丞相 御史 次者中二千尺事事 满岁一状文 下者报文 罢 苏白处走皆可 五 京师长安下来一场大冰雹 大航城东海人肖望之 向汉宣帝上了一道奏章 认为这场饱灾是由于朝政大事 都由大臣把持 一姓人专权而招致上天警告 汉宣帝早就听说过 肖浪之的大名 于是任命他担任业者 当时 汉宣帝正广泛连岸贤能 财俊之人 很多百姓上书朝廷提建议 汉宣帝总是将百姓的上书交给 肖望之审查 才能高的 京丞相 御史试用 稍次的交给中二千十官员试用 满一年后 将试用情况奏文朝廷 才能低的 则走报皇帝 遣送回乡 肖望之提出的处理意见 都正合汉宣帝的心意 所以一律批准 六 东 十月 赵曰 乃者九月人生地震 震慎俱焰 有能真正过失 即贤良方正直言即见之事 以匡震之不歹 无惠有私 震机不得 不能复远 是以边境屯树为息 金副赤兵重囤 九老百姓 飞所以随天 下野 其霸车西将军 又将军囤兵 又照 持位欲兴者 家与贫民 郡国公馆 务复修制 流民还归者 甲公田 带种时 切勿算事 六 冬季 十月 汉宣帝班部诏书说 先前在九月人生 十九日 发生的地震 使震非常恐惧 如有能指出震的过失 以及各郡 国举建的贤良方正和直言即见之事 要匡正震的失误 对有关高级官员的错误也不必回避 由于震的品德不足 不能使远方的满足归附 因而边境的屯树事务一直不能结束 如今落调兵增加边赛屯树力量 使百姓长期劳苦不止 不利于天下的安定 解散车骑将军张湾氏 又将军或与所属的两支屯树部队 又下诏命令 将为使用过的皇家池塘和禁院借给贫苦百姓 让他们在其中从事生产活动 各郡国的公事别管不要再进行修缮 返回原籍的刘敏 由官府借给公田 带给种子粮食 免除他们的财产税和摇曳 七或是交齿纵横 太夫人显广至 地势做成于财 加画绣缝黄金图 维续剑伦 势必以五彩丝完显游戏地中 与剑奴风子斗乱 而与善意并善止底埃 走马石卓平乐馆 云当好请 述称并私出 多从宾客 张维列皇山院中 是仓头奴上朝夜 莫敢前者 险及诸女昼夜出入长信宫殿中 王七度 七或是一家在朝中势力强大 骄横奢侈 太夫人或显大规模的兴建府邸 又制造同御用规格相同的人拉财车 会以精美的图画 车上的路垫用锦绣制成 车身图以黄金 车轮外裹上熟皮和棉絮 以减轻车身的颠簸 由侍女用五彩丝绸 拉着霍显在府中游玩娱乐 另外 霍显还与管家风子都淹乱 霍宇 霍山也同时扩建宅地 常常在平乐馆中骑马奔驰追逐 霍云几次在朝会时称病而私自出游 带着许多鞭客 到黄山院中行为打猎 派奴仆去朝廷报道 却无人敢于指责 霍显和她的几个女儿 昼夜随意出入上官太后 居住的长信宫 没有限度 帝自在民间 闻之或是尊圣日久 内不能善 借宫秦朝政 欲使大夫为香给侍中 显微雨 云 山 女曹不屋 奉大将军于夜 金大夫给侍中 他人一奸女 能付字就写 后两家奴征道 霍氏奴入于师府 欲他大夫们 欲使为寇头谢 乃去 人以为霍氏 贤等是之忧 汉宣帝早在民间时 就听说霍氏一家 因长期地位尊贵 不能自我约束 金长朝政以后 命运使大夫为香人给侍中 霍显对霍雨 霍云 霍山说 你们不设法继承大将军的事业 如金玉 使大夫当了给世中 一旦有人在他面前说你们的坏话 你们还能救自己吗 后悔 为两家的奴仆 因争夺道路引起冲突 霍家奴仆闯入于师府 要提为家大门 欲使为此叩头道歉 方才离去 有人将此事告诉霍家 霍想等才开始感到忧虑 会被大夫为丞相 书宴建言是平安侯与是中金安上等境出入省中 石或山领尚书 上令令名类奏封是不官尚书 群臣尽见读往来 于是或是顺恶之 上坡文或是毒杀许厚而未查 乃 喜光女婿杜辽将军 魏央魏魏魏 平陵侯范明有为光禄勋 初次续朱利 中郎将与林坚任胜为安定太守 数月付出光子虚给世忠 光禄大夫张肃为蜀郡太守 群孙虚中郎将王汉为五位太守 请之复喜光长女虚 掌月为魏邓广广汉为少府 五虚更与张埃氏为魏将军 两宫魏魏 成文 北军兵属燕 以获宇为大司马 官小官 王印寿 霸奇屯兵官署 特使与官名与光居大司马者 右收范明有杜辽将军印寿 单位光禄勋 及光忠女许赵 平赛齐 齐都魏 光禄大夫 将屯兵 右收平屈都魏印寿 朱领胡 岳齐 与林吉两宫魏将屯兵 西亦以所亲信许 师子弟代之 当魏相成为丞相 多次在汉宣帝闲暇时受到召见 报告国事 平恩侯许广汉和市中金安上 也可以静子出入宫廷 当时 霍山主管上书事务 汉宣帝却下令 允许官吏百姓直接向皇帝 成帝秘密斗章 不必经过上书 群臣也可直接见见皇帝 这些都使霍氏一家人极为恼恨 汉宣帝听说不少官员霍写 读死许皇后的传闻 只是尚未调查 于是江霍光的女婿杜辽将军 魏安魏魏 平陵侯范明有调任光禄勋 江霍光的二女婿朱莉 钟郎将 与林坚任胜调出京师 任安定太守 几个月之后 又江霍光的姐夫给世忠 光禄大夫张素调出京师 任蜀俊太守 江霍光的松女婿之一 钟郎将王汉调人五位太守 稍后又将阔光的大女婿 掌月魏魏邓 广汉调人少府 8月误区 14日 该由张湾市魏魏将军 魏央 长月两宫魏魏 长安十二门 的警卫部队和北军 都归张湾市统领 任命或宇为大司马 却不让他戴赵丽颖带的大官帽 而戴小官帽 且不搬给印信 受贷 撤销他以前统领的屯树部队和官署 只使他的官民和货官同样为大司马 又将范明友的六辽将军印信和受贷收回 只让他担任光禄迅一职 火光的另一个女婿赵平文卫散妻 齐都魏 光禄大夫 统领屯树部队 如今也将赵平的齐都魏印信和受贷收回 所有统领湖人和月人骑兵 与邻居以及魏央 长月亮孤魏 所属警卫部队的将领 都改由汉宣帝所亲戚的许 使两家子弟担任 八 初 笑我之事 蒸发樊树 百姓贫好 穷民犯法 奸贵不胜 于是使张汤 赵羽之属 调定法令 左建之故纵 兼邻部主之法 缓身 故之罪 击纵 出之主 其后 奸华桥法专相闭框 尽网尽密 律令凡科 文书赢语几格 典者不能辩读 是以郡国承用这博 或罪同而论义 兼立因缘为是 所欲火则复生意 所欲献责于死底 亦者悬冤伤之 八 当初 汉武帝时 征调频繁 百姓困乏 穷苦之人触犯法律 纷纷作乱 无法平息 于是 汉武帝命张汤 赵羽之类库立制定法令 定出有关 明知有人犯法 而不举报和长官有罪 亲疗署联座等惩罚条例 对犯有给人定罪过言 或者宰赃陷害之罪的官吏 往往从宽处理 而对那些宽视犯人的官吏 则加重惩处 以后 很多奸华的官吏玩弄法律 专相引用比赵苛刻的判例 使法网日益严密 律令更加繁科 法律文 箭堆的满桌满屋 主管官员根本看不过来 因此各郡 国在引用法令时出现混乱 有的罪行相同而处罚各异 奸华官吏解机进行交易 索取贿赂 想使罪犯活命 就付贿能让他活命的法令 想指其于死地 就引用使其非死不可的条文 人们议论法律 都认为冤屈太多而感到悲伤 廷尉使去录录文书上书约 臣文岂有无知之祸而还功已兴 尽有礼稽之难而闻功用不 尽使赵王不忠 诸吕作乱 而孝文为太宗 遥是观止 祸乱之作 将也开圣人也 复记辩论之后 必有一九之恩 此贤圣所以招天命也 王者招地即是无次 昌亦淫乱 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 臣文春秋正即位 大义统而慎之也 陛下初登至尊 与天和福 以改前世之诗 正是寿命之同 狄凡文 竹敏及 以应天意 臣文寝有诗诗 其依尚存 至于之力是也 富裕者 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复生 绝者不可复属 书曰 欲其杀不孤 凝尸不惊 经至欲力则不然 上下乡 屈 以克为名 身者或功名 凭者多后患 故之欲之力 皆欲人死 非增人也 自安之道 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 流离于世 悲行之徒 比肩而立 大比之计 遂亦万数 此人圣之所以伤也 太平之未恰 凡以此也 夫人情 安则乐生 痛则思死 追处之下 何求而不得 故求人不胜痛 则是此已是之 力智者力其然 则指导以明之 上走未却 则断练而周内之 盖奏当之称 虽高桃听之 有意为死有余辜 何则 成恋者众 闻 治之罪名也 故俗语曰 化得为欲 亦不入 刻目为例 妻不对 此间极律之风 悲痛之此也 为陛下省法制 宽刑法 则太平之风 可兴于是 上善其言 庭尉使去路人 陆温书上书 汉宣帝说 我听说 春秋时其国出现 将无知 杀死其相公之祸 却使其还公 因此兴起 晋国发生 因离基的谗言 而造成的灾难 却使晋文公 后来称霸于诸侯 仅是我朝赵王 不得善终 屡是一家作乱 却使孝文皇帝 被尊为太宗 从这些往事看 来 霍乱的发生 往往能造就出 贤圣之人 霸乱之后 必然会出现 与以往 大不相同的变革措施 贤圣之人 以此招式上天的意志 以前孝招皇帝去世时 没有厚四 昌一王迎邪被乱 这正是上天被造就 是圣明明开辟道路 我听说 春秋将继承正统称作即位 应尊重正统 对开端必须慎重 陛下刚刚登上至尊之危不久 与天意正相符合 应当改正前代的失误 以显示是继承正统 筛去繁杂琐碎的法令条文 解除百姓的疾苦 以顺 应天意 我听说秦朝有十项重大失误 如今有一项尚存 即司法官吏的严格 刑御是天下重要的大事 处死的人不可能复生 阶段肢体的人也不能在街上复原 所以上书中说 与其杀死无辜的人 并可偶尔失之宽重 如今司法官吏则并非如此 他们上下相争 都以苛刻为贤民 判刑严厉的 获得公正的美誉 而执法平和的人 却往往多有后患 所以 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吏 都想将案犯定为死罪 并非憎恨犯人 而是保 权自己的方法在于 执人于死 因此 死人的鲜血在街市上流淌 受刑的囚犯一个挨着一个 除以死刑的人 每年数以万计 仁慈盛名的人 对此感到悲哀 太平盛世不能到来 都是由于这个原因 按照人之常情 平安时 就愿意活 痛苦则希望死 言行好打之下 什么口供得不到 所以当囚犯无法忍受痛苦时 审案官就修饰词语 进行暗示 审案官为是囚犯的供词 对自己有利 就干脆明白告诉他应如何招供 为了怕向朝廷走报时遭到批 不 就想方设法是定案的理由充分完备周密 上走之后 即使是古代也善于审案定罪著称的高桃厅了 也会认为该犯是死有余辜 为什么呢 因为去打成招 罗织捏造的罪行 既多解明 因此 俗话说 即使是在地上画一个圆圈作为监狱 也不能进去 将木头人做成审讯官 也不要去面对 这些都是人们对言行酷法痛心疾首的悲愤之词 希望陛下减省法令 放宽刑法 太平之风才能呈现于当今 汉宣律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九 十二月 赵曰 将者利用法巧闻近身 使朕之不得也 服绝欲不当 时有罪兴邪 不顾蒙禄 父子悲恨 朕甚伤之 金浅亭时与郡居 任清禄薄 其为止亭未平 至六百诗 袁四人 其武平之 也称朕矣 于是每季秋后警验时 尚常性宣誓 摘居而绝试 欲行号未平移 九 十二月 汉宣地下诏书说 近来 官立们五人弄法的现象 越来越严重 这都是朕的错误 暗欲处理不当 时有罪者欲发作 恶 无辜者遭受严刑处罚 父子兄弟悲伤愤恨 朕对此甚为难过 如今派庭尉是参与各郡的司法事务 但职权小俸禄手 应在设置庭尉为平四名 俸禄为六百诗 务必是审判公平 以符合朕的心意 于是每年秋天 当对一年中的暗月座最后决定时 汉宣地经常到宣誓殿 住那里实行斋戒 亲自裁决 从此 对各类刑罚安裕的判决 号称公平 辟俊太守正昌尚书言 今民主公吹明听 虽不止庭平 欲将自证 若开后四 不 若删定律令 律令已定 于民之所弊 兼力无所弄矣 今不正其本 而至庭平以礼其末 正率听代 则庭平将交召权而为乱首以 辟俊太守正昌上奏章说 如今盛名的主上 亲自对刑罚诉讼做最后的判决 即使不设庭为平一旨 司法也自会公正 但若想为后事确立规范 则不如从山改 修订法律条文着手 各项律令已定确定 百姓们知道怎样才能不触犯国家法律 奸华惯例也就无计可施了 如今不从根本上加以纠正 只是靠设置庭卫平在末梢上补救 一旦朝政输卸 陛下对判决暗喻有所倦怠 则庭卫平将朗权弄法 成为霍乱天下的罪首 十 昭帝时 匈奴是四千骑田车师 吉武将军匈奴 车师田者经去 车师傅通于汉 匈奴怒 召其太子君宿 欲以为至 君宿 燕其外孙 不欲至匈奴 往走燕其 车师王更立子乌柜为太子 吉乌柜里为王 与匈奴结婚姻 交匈奴遮汉道通污孙者 十 汉昭帝时 匈奴曾派四千 其兵以行为达列为名前往车师国 后汉朝派五将军出击匈奴 在车师打脸的匈奴骑兵惊恐不安 撤兵而去 车师国再次恢复了与汉朝的联系 匈奴得之后大为恼火 照车师国太子君宿前往匈奴 打算扣为人质 君宿是燕其王的外孙 不愿去匈奴充当人质 便逃往燕其 于是车师王该立令一个儿子 乌贵为太子 乌贵当上车师国王之后 与匈奴结成婚姻 并建议匈奴截断汉朝与乌孙的联系通道 十岁 是朗汇姬正吉与孝卫斯 马 将免刑罪人填取离 击鼓 发呈郭诸国并万余人 于所将填事千五百人 供给车师 破支 车师王请降 匈奴发兵攻车师 即 引兵被逢知 匈奴不赶钱 即 即留一后 与左二十人留守王 即等引兵归取离 车师王恐匈奴兵 复制而见沙叶 乃亲戚本乌孙 即经营其妻子 传送长安 匈奴更以车师王 昆帝都莫为车师王 守其余民东西 不敢居故地 而政绩时实力足三百人 网田车师力已实之 这一年 士郎会击人政绩和校尉 司马 率领被免除刑罚的罪犯 在渠离屯田 积存古物 并争吊西域各城邦国家的军队 一万余人 会和二人率领的屯田兵租一千五百人 共同攻击车师果 结果车师果大败 车师王乌贵 请求归响 匈奴听到消息后 派兵进攻车师 正极 司马率兵为机营机 匈奴军不敢向前逼近 正极 司马便留下一名后率领二十名兵组 负责监视车师王 自己率兵返回取离 车师王害怕匈奴 在派军队前来将他杀死 便倾起逃往乌孙 正极便即将车师王 他的妻子儿女接来 用一马送往长安 匈奴改立车师王乌贵的弟弟 都莫为车师王 召集车师果余下的百姓向东迁徙 不敢再留居远来的地方 正极便开始派官律师足三百人 到车师屯田 以充实该地 十一 上次初级位 术前使者求外家 九远 多四类而非逝 十岁 求得外祖母王宝及宝男无故 五 上次无故 五决关内后 旬日间 上次已去忘记 十一 汉宣弟子及皇位以来 多次派使者查访其外祖父家的 消息 然而 因时间已相隔太久 查访到的人家 大多虽想而实际不是 这一年 找到了其外祖母王宝和王宝的儿子王 吴固和王武 汉宣弟子王无故 王武关内后绝 短短十天时间 对王家的赏赐就已万望几 四年 以卯 前66 四年 以卯 公元前66年 一 春 二月 次外祖母号为伯平君 封旧无故为平昌侯 五为月昌侯 一 春季 二月 汉宣弟次其外祖母伯平君称号 封 其旧父王无故为平昌侯 王武为月昌侯 二 夏 五月 山阳 既阴宝如鸡子 身二翅五寸 杀二十余人 非鸟皆死 二 夏季 五月 山阳 既阴两地下来一场冰雹 如鸡蛋般大小 身二翅五寸 有二十多人被冰雹砸死 当地的飞鸟也全部丧生 三 赵 子君子有你父母 七你夫 孙你大父母 结故纸 三 汉宣地下赵叔说 从今以后 凡属儿子窝藏父母 妻子窝藏丈夫 孙 子窝藏祖父母的 一律不治罪 四 丽广川会王 孙文梅广川王 四 汉选帝丽广川会王的孙子 刘文梅广川王 五 获险吉语 山 云次近日清靴 树相对脾气自怨 山曰 今丞相用事 宪官信之 尽便以大将军使法令 发扬大将军过失 又 诸如生多巨人子 远克饥喊 喜望说谎言 不必忌讳 大将军常仇之 今陛下豪语诸如生语 人人自书对事 多言我家者 常有尚书言我家 昆吏教字 其 言绝痛 山平不揍 后尚书者一侠 尽奏封氏 哲氏中书令出取之 不官尚书 亦不信人 又闻民间欢言 或是毒沙虚皇后 领有誓写 贤恐急 急剧以时告语 山 云 云 山 云景曰 如是 和不早告语等 现观离散 赤竹诸絮 用誓故也 此大事 诸法不小 奈何 于是时有写谋矣 五 霍显和霍宇 霍山 霍云眼看 霍家的权势日益被削弱 多次聚在一起痛哭流涕 自怨自已 霍山说 如今丞相当权 受到天子的信任 将大将军在世时的法令全部更改 还专门宣扬大将军的过失 再者 那些儒生大都为贫贱出身 从偏远的地方来到京中 依识武者 却爱说狂言 不必忌讳 大将军一向痛恨他们 但如今皇上却专爱和这些俯儒谈话 他们每人都上书奏事 纷纷指责我们霍家 曾经有人上书说我们兄弟骄横霸道 言此十分激烈 被我压下没有成奏 后来上书者越来越狡猾 都改成秘密奏章 皇上总是让中书令出来取走 并不通 过上书 日以不信任我 有听说民间纷纷传言 我是独死去皇后 难道有这回事吗 霍显下坏了 便将事情告诉霍雨 霍山 霍云 霍雨 霍山 霍云大惊 说道 果真如此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皇上将霍家女婿都贬斥放逐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这是大事 一旦是法 必遭严惩 怎么办 于是开始有反叛朝廷的阴谋 云据李静所善章设 见云家族族 魏静曰 金丞相与平恩侯用事 可令太夫人言太后 先诛 此两人 以起陛下 在太后耳 长安男子张张告知 设下庭位 执金吾 不张舍等 后有赵 知误补 山等欲孔 相未曰 此陷官仲太后 故不敬也 然恶端以见 久之由发 发及足矣 不如先也 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 兼曰 安所相必 霍云的舅父 李静有一位要好的朋友 名叫张舍 看到霍云一家人惊慌不安 便对李静说 如今是丞相妹乡和平恩侯许广汉当权 可以让霍太夫人向上官太后进言 先将这两人杀死 废掉当今皇上 改立新军 全由皇太后决定 后被长安男子张张告发 汉宣帝将此事交给廷妹 和执金吾处理 逮捕了张舍等人 后来 汉宣帝下找 命令不要抓人 霍山等更加惶恐 商议说 这是皇上尊重太后 所以不深究 但亦可看出苗头不妙 时间长了还会爆发 一旦爆发 就是面门之祸 不如先下手为强 于是命霍家女儿 各自回家告知自己的丈夫 霍家各位女婿都收大祸一来 我们谁也跑不了 惠里静坐于诸侯王交通 此语即或是 幽找云 山不宜宿位 免就底 山阳太守张场上封誓曰 陈文公子既有有功于卢 赵衰有功于晋 田丸有功于其 皆仇其雍 严及子孙 忠后田是窜其 赵是分晋 既是专卢 古仲泥坐春秋 既盛衰 既是清最神 来者大将军绝大计 安宗庙定天下 公义不细意 傅周公七年儿 而大将军二十岁 海内之命顿于掌握 方七龙城时 感动天地 亲或阴阳 朝臣仪有名言曰 陛下包宠 故大将军已报功的足矣 兼者俯臣庄正 贵妻太盛 君臣之分不明 清霸或是三侯皆旧帝 即为将军张安氏 一次计账归修 时存问赵剑 一列后为天子师 明照也恩不听 群臣已义故争 而后许之 天下必业陛下 未不忘功德 而朝臣为之礼 或是世事无所患苦 今朝廷不闻直升 而令明照自亲其闻 非策之德者也 今两后已出 人情不相远 也沉心度之 大司马及其之术 必有畏惧之心 夫近臣自危 非完俱眼 臣场愿于 广朝白发齐端 直守远郡 其路无由 唯陛下省茶 上甚善奇迹 然不照也 正巧李靖因受指控 结交诸侯王 而被朝廷致罪 审问中供辞 涉及霍氏家族 汉玄帝因而下诏命令 霍云霍山不适合在在宫中供旨 免值回家 山阳太守张场向汉宣帝 上了一道秘密奏章 说道 我听说 春秋时期 公子既有有功于鲁国 赵衰有功于晋国 田丸有功于齐国 都受到本国的酬劳 并延及子孙 但是后来 田氏篡夺了齐国政权 赵氏瓜分了晋国 既是则专权于鲁国 因此 孔子坐春秋 追踪考察各国的兴衰存亡 严厉批判清大夫世袭制度 当年 大将军霍光做出重大决策 使宗庙平安 国家稳定 功劳也不算小 周公府政才七年 就归正于周称王 而大将军掌握国家的命运 长达二十年之久 在他执掌大权的鼎盛时期 威严震撼天地 势力清零日月 应由朝臣明确提出 陛下褒奖 宠幸以故大将军 以报答他对国家的功德 已经足够了 而近来 辅政大臣专上朝政 外籍势力过大 君臣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别 请求解除或是三侯的官职 以侯的身份回家 对魏将军张安氏 也应赐给己案与守账 让他退休回家 以列后的身份充当天子的老师 由陛下时常召见慰问 陛下则公开下召表示 对他们施恩 听从大臣所请 群臣再聚力力争 然后陛下予以批准 这样一来 天下人肯定会认为 陛下不忘就熏的功德 而群臣又知力 或是一家也可以 世世代代无忧无患 如今朝中听不到 直言 而使陛下自己下召 这不是好策略 现在或是两后已被赶出宫廷 人情大致相同 因此以我的心来猜夺 大司马霍宇和他的亲戚寥蜀 等必然会心怀畏惧 使天子的净臣恐慌自危 总不是万全的办法 我愿在朝中 公开提出我的意见 作为开端 只是身在遥远的山羊郡 无法实现 希望陛下仔细考虑 汉宣帝对张厂的建议甚为欣赏 然而却没有照他来惊 与山等家树有妖怪 举家忧愁 山曰 丞相善贱宗妙高 兔 蛙 可以辞罪也 谋令太后为伯平君致酒 赵丞相 平安后以下 使范明友 邓广汉称太后致言然之 因废天子而立语 约定 为发 云拜为玄兔太守 太中大夫任薛为代骏太守 会使发觉 秋 七月 云 山 明友自杀 显 与 广汉德部的 宇耀展 险吉诸女空地接气室 与霍氏相连 坐住面者数是家 太普度延年 以霍氏救人 以坐面观 八月 即有 皇后霍氏费 触招抬宫 遗仇 赵丰告霍氏 反谋者男子张张 七门洞中 左曹阳运 是中金安上 是高阶位列后 运 丞相 场子 安上 车骑将军日弟子 高 使良弟兄子也 霍宇 霍山等家中多次出现妖怪之事 全家人都非常忧虑 霍山说 丞相擅自减少宗庙祭祀用的羊羔 兔子和青蛙 可以以此为借口向他问罪 于是 秘谋让上官太后 设酒宴款 带薄平君王 赵丞相 魅乡 平恩侯徐广汉及其属下作陪 然后让范明友 邓广汉奉太后之命将他们斩杀 乘机废掉汉宣帝 立霍宇为皇帝 密谋已定 尚未发动 汉宣帝任命霍云为玄兔太首 太中大夫任宣为戴郡太首 就在此时 霍氏的政变阴谋被发掘 秋季 七月 霍云 霍山 梵明友自杀 霍显 霍宇 邓广汉等被逮捕 霍宇被腰斩 霍显及霍氏兄弟姐妹 全部被当众处死 因与霍氏有牵连 而被诛杀的有数十家 太普度延年因为是霍家旧友 也被罢免官职 八月即有 初一 或皇后被废 囚禁于昭台宫 以仇 十七日 汉宣帝下诏 将告发或使政变密谋的 男子张张 七门董中 作曹洋韵 是中金安上 是高峰位列后 其中洋韵是前丞相洋场的儿子 金安上是前车席将军 今日弟弟的儿子 是高居士良弟哥哥的儿子 初 或是奢侈 冒陵徐生日 或是必亡 父舍则不逊 不逊则无上 无上者 逆道也 在人之右 众必害之 或是禀权日久 害之者多矣 天下害之 而又行也逆道 不亡何代 乃上书言 或是太成 陛下及爱后之 一以时意志 无始至亡 书三上 折 报文 其后或是诛灭 而告或是者皆封 人为徐生上书曰 陈文各有过主人者 见其造之秃 伴有积心 可为主人 更为取秃 缘谢其心 不者且有火患 主人黑然不应 额而加过失火 邻里共就之 兴而为息 于是杀牛之久 谢其邻人 着烂者在于上行 于各也供赐作 而不露言取突者 人为主人曰 相识听客之言 不费有酒 中芒或患 经论功而请兵 驱突喜心无恩责 交头烂额 为上客邪 主人乃物而请之 经贸 灵虚福 树上书言 或是且有变 以防觉知 相识福说得行 则国无猎土出觉之费 臣无逆论诛灭之败 莽是敬义 而福独不蒙其功 为陛下查之 贵喜兴取突之策 时居交发灼烂之右 尚乃赐福伯实辟 后已为狼 当初 或是叶家交恨奢侈 茂林人徐府就曾指出 或是必亡 凡奢侈无度 必然傲慢不逊 傲慢不逊 必然冒犯主上 冒犯主上就是大逆不道 身居高位的人 必然会受到众人的厌恶 或是叶家长期把持朝 正 遭到很多人的厌恶 天下人厌恶 又做出大逆不道的事 怎么可能不灭亡呢 于是 尚书朝廷说 或是叶家权势太大 陛下既然厚爱他们 就应随时加以约束限制 不要让他们发展到灭亡的地步 尚书三四 天子听到了 为家采纳 后货事一家被竹杀 曾告发货事的人都被封赏 有人上书汉宣帝 为徐福名不平说 我听说 有一位客人到主人家拜访 见主人家炉灶的烟囱是直的 旁边又堆有柴心 这位客人便对主 人说 您的烟囱应改为弯曲的 并将柴心搬到远处去 不然的话 将会发生火灾 主人默然 不予理会 不久 主人家火燃失火 邻居们共同抢救 幸而将火扑灭 于是 主人家杀牛白酒 对邻居表示感谢 在救火中烧伤的被请到上座 其余则个案出力大小 依次就座 却没有请那位建议他改弯颜葱的人 有人对这家主人说 当初要是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 就不用杀牛白酒 终究不会有火灾 如今论功请客筹谢 建议改搬烟 葱 移走柴心的人 没有功劳 而在救火时 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 才是上客马 主人这才醒悟 将那位客人请来 茂林人徐福多次上书说获释 将会有叛逆行为 应预先加以防范制止 假如陛下接受徐福的劝告 则国家就没有划出土地 分封列后的费用 臣下也不会谋利叛乱 遭受诛杀的大祸 现在事情依然过去 而只有徐福的功劳 没有受到奖赏 希望陛下明察 加许其班区烟囱 以走柴心的远见 使他居于焦头烂博者之上 汉宣帝这才赐给徐福仇断石匹 后又任命他为难关 帝出力 夜见高庙 大将军光参成 上内言诞之 若有盲刺在背 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参成 天子从容四体 甚安尽焰 即光身死而宗族敬诸 故俗传或是之火蒙于参成 后十二岁 霍后赴喜云林馆 乃自杀 汉宣帝出集皇位时 前往汉高祖庙祭拜 尤大将军或光同车陪成 汉宣帝心中十分畏惧 有如盲刺在背 很不舒服 后改尤车骑将军张安世 同车陪成 汉宣帝这才觉得轻松从容 十分安全亲近 等到霍光死后 其宗族最终刀到朱沙 所以民间传说 霍家的灾祸早在霍光陪同汉宣帝乘车时 就已萌芽了 十二年后 霍皇后又被迁到云林馆求居 自杀身亡 班务赞约 霍光受强宝之托 任汉室之计 匡国家 安设计 雍州 李宣 隋州公 阿恒何以加此 然光不学王术 暗于大理 因其协谋 立女为后 战利盈利之御 以增颠覆之祸 死才三年 宗族朱仪 哀哉 班务赞约 果光深受辅佐右主的重托 掌握着汉朝的安威存亡 匡服国家 安定设计 维护汉朝帝 雍立汉宣帝 即使是周公 一眼 又怎能超过 然而 霍光不学无术 不明大理 也满妻子的邪恶逆谋 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 沉溺于过多的欲望 使父王的灾祸家具 生死才三年 宗族就遭诛灭 实在令人悲哀 陈光曰 我光之府汉事 可谓忠也 然族不能辩且宗 何也 夫为福者 人均日弃也 人臣之之 久而不归 险不及已 以孝昭之名 十四儿之上 关节之诈 故可以轻正义 旷孝宣十九即位 聪明刚义 知民极苦 而光九庄大饼 不知必去 多知私党 冲塞朝廷 使人主须愤于上 立民机怨于下 切齿侧目 待时而发 其得免于身性义 宽子孙 以交迟去 之哉 虽然 向使孝宣专 以录制赏赐 父亲子孙 时之时大献 奉好请 一族以报成得矣 乃妇人之以正 受之以兵 乃是从信机 更加财夺 遂之愿局 以生邪谋 企图或是之 自或哉 一 孝宣酝酿 以成之也 西斗交作乱于楚 装盲面其足 而设真尹克黄 以为子文母后 何以劝善 夫一显 雨 云 山之罪 虽应一灭 而光之忠勋 不可不四 虽是家无交类 孝宣亦少恩哉 陈司马光约 或光夫佐汉朝 可以说是忠心耿耿 然而却终究 未能庇护他的宗族 是什么原因呢 威严全柄 只有君王才能享有 如果由陈下享有 长期不归还君王 则很少能逃脱 面亡的命运 以汉昭帝的先宁 十四岁就能洞察上官节 的奸诈行为 原来可以清理朝政了 更何况汉宣帝十九岁 及皇位 聪明刚毅 了解民间疾苦 而霍光却依然长期 专善大权 不知隐退 反在朝中广之私党 致使君王继续 任费于上官 并继续不满于下 咬牙切使 侧目而逝 都在等待时机发动 火光自己能够免货 依然是侥幸了 何况子孙更加骄横奢侈呢 尽管如此 假如党楚汉宣帝专用官阶 和奉务赏赐 火光的子孙 使他们富有 让他们享用大县的收入 定期前来朝进皇帝 也就足以报答 火光的圣德了 而汉宣帝仍然让他们 主持朝政 授以兵权 等到事太严重 这才对他们加以财夺 以致他们恐惧怨恨 生出反叛朝廷的阴谋 这难道只是 或是一家 自己招致的灾祸吗 这也是汉宣帝 酝酿而成的 春秋时 杜娇在楚国作乱 楚庄王灭其宗族 却赦免了担任真影的斗克皇 认为如果不让当初 于谷有功的斗鱼兔留下后代 就不利于免利人们行善立功 依或险或雨或云 或山犯下的罪行 当然应住面全族 但立下大功的忠臣霍光 却不可无人祭祀 汉宣帝竟将其全族老小全部处死 一个不留 也未免刻薄寡恩了 六、九月 召检天下严甲 有令郡国最上戏囚 以律斥弱与死者 所作献 明 爵 礼 丞相 御史课定罪义文 六、九月 汉宣帝下召降低天下严甲 有下令各郡 国 每年将本地因受刑 或病恶 而死的囚犯的献份 姓名 官爵和所居 毅力承报朝廷 由丞相 遇使对地方官员考评 排出等级后奏保汉宣帝 七、十二月 清河王年坐内乱废 签房陵 七、十二月 清河王刘年因被指控乱伦 被废去王爵 便居房陵 八、十岁 北海太守卢江朱义 以治杭第一入为大司农 渤海太守公岁若为水横都位 先使 渤海左右郡岁姬 盗贼并起 二千十不能秦至 尚选能智者 丞相 于时举顾昌一郎中令公岁 上败为渤海太守 召见 问 何以治渤海 稀奇盗贼 对曰 海边辖远 不摘圣化 其民困余 积海而礼不叙 故使陛下赤子刀弄陛下施兵 于皇池中二 今御史陈胜之邪 将安之也 尚曰 选用贤良 故于安之也 岁曰 陈文治乱民 由治乱生 不可及也 为缓之 然后可治 陈愿成相 御史且无拘陈以文法 得一切便宜从事 上许焉 加四黄金赠钱 承传至渤海界 俊门心太守至 范冰以迎 岁皆浅海 遗书赤蜀县 西袜逐捕盗贼力 朱池 沟 田弃者皆为良民 立无得问 持兵者乃为贼 岁单车独行致府 盗贼文遂教令 及时解散 弃其兵竟而持沟 于是西平 民安徒乐业 岁乃开苍林甲贫民 选用粮食为安慕养烟 岁见其俗奢侈 好墨迹 不甜作 乃公帅以简约 劝民无农丧 各以口律中树续养 民有带持刀见者 使卖进买牛 卖刀买毒 约 何为带牛配毒 劳来巡航 郡中皆有处击 预送止息 8. 这一年 北海太守卢江人诸义 以治理地方政绩和个人品行排名第一 被调入朝中担任大司农 渤海太守公 岁也调入朝中担任水恒都尉 当初 渤海周围各郡遇到荒年 百姓激紧 盗贼并起 二千十官员不能勤或制止 汉宣帝下令真 玄有能力治理的官员 丞相 于时举荐前昌夜郭郎中令公遂 于是汉宣帝任命公遂为渤海太守 赵剑石 汉宣帝问公遂 你用什么办法来治理渤海郡 平息那里的盗贼呢 公遂说 渤海郡遞出海滨 远离京师 得不到圣明君主的交化 当地百姓为饥寒所困苦 而地方官吏却不加体恤 所以才使陛下的 资民盗取陛下的兵器 在小池塘中耍弄罢了 如今陛下是打算派我镇压他们呢 还是安抚他们呢 汉宣帝说 我征选贤良人才 当然是要安抚他们 公遂说 我听说 治理作乱的百姓 就如同整理一团乱绳一般 不能操之过急 只有先将紧张的局势 缓和下来 然后才能治理 我希望丞相 御使不要用严格的法令 约束我的行动 准许我相机行事 汉宣帝批准了 公遂的请求 并加赏黄金 派他前往 公遂乘坐国家的一车 来 到渤海郡界 郡中官员听说 新太守来到 派军队前往迎接 公遂将军队全部潜排 并下达文书给所属各县 命令 将所有负责击捕盗贼的官吏一律撤销 凡是手持锄筒 镰刀和其他农具的 一律视为两名百姓 地方官吏不得刁难 只有手持兵器的才算是盗贼 然后 公遂担任毒车前往郡衙门就职 盗贼们听说新太守的命令后 立即解散 抛弃兵器宫镜 拿起镰刀 锄头 于是盗贼全部平息 百姓安居乐业 于是 公遂下令打 开官舱 镇计贫苦百姓 选派品行优良的官吏 对百姓们进行安抚 管理 公遂发现其的风俗奢侈 人们喜欢经营工商业 不愿在田间劳作 便一身作则 提倡勤俭节约 劝导百姓从事农业生产 按各家人口的多少 规定必须种树若干 养家畜若干 反百姓有待刀持剑的 让他们卖剑买羹油 卖刀买牛犊 说道 你为什么把壮牛和牛犊 佩戴在身上 经过公遂的辛勤劝勉 往来巡查 终于使渤海郡内各家客户 都有了积蓄 行预送 安也大为减少 九 乌孙公主女为 龟兹王将冰夫人 将冰尚书言 得上汉外孙 愿与公主又居入朝 九 嫁给乌孙国王的汉朝公主 刘解忧的女儿 是龟兹国王将冰的夫人 将冰尚书汉宣帝说 我有兴趣汉朝外孙女为妻 愿与公主的女儿 同到长安朝见 云康元年 秉辰 前六十五 云康元年 秉辰 公元前六十五年 一 春 正月 龟兹王及其夫人来朝 接次应寿 夫人号称公 主 赏赐甚厚 一 春季 正月 龟兹王及其夫人前来朝见 汉宣帝 汉宣帝赐给他们印信 受代 封其夫人公主称号 并给予十分丰厚的赏赐 二 出座 杜灵 西丞相 将军 列后 立二千十 子百万者杜灵 二 汉宣帝开始为自己修建灵墓杜灵 并将丞相 将军 列后 二千十官员 以及拥有百万以上家财的人 前往杜灵 三 三月 赵也凤凰及泰山 陈流 甘露将为养公 赦天下 三 三月 汉宣帝下赵 因有凤凰聚集于泰山 陈流一带 又有甘露将于为养公 所以大赦天下 四 有四父严道员仪称尊号约皇考 下 五月 立皇考庙 四 有关官员再次禁言 汉宣帝的父亲刘静英 尊称为皇考 夏季 五月 建立皇考庙 五 冬 至建章魏魏 五 冬季 设置建章魏魏 六 照广汉好用势力子孙新近年少者 专利强壮风气 见识风生 五 所回避 绿多国感之计 莫为池南 终以此败 广汉以色怨论杀男子龙处 仁尚书言之 世下丞相 欲试暗宴 广汉以丞相夫人杀氏弊 欲以此邪丞相 丞相暗之欲疾 广汉乃将力足入丞相府 召其夫人贵平下授辞 收奴婢事与人去 丞相尚书自臣 世下平为止 师丞相自也过浅吃腹弊 出至外地拿死 不如广汉言 第二之 下广汉庭未遇 立民首却后 记者数万人 陈生无以现官 愿带赵经赵死 使怒杨小民 广汉竞作药斩 广汉为经赵尹 怜民 威志豪详 小民得职 百姓追思歌止 六 经赵尹照广汉 喜欢任用那些 世代为立者的子孙中 刚开始在官府认知的年轻人 专门锻炼他们的强猛和锐气 他们半是雷厉风行 无所回避 大多有胆识 不知犹豫为难 但最终却因此而败亡 赵广汉出于私人的怨恨 将一名叫做荣处的男子判处死刑 有人上书朝廷告发此事 汉宣立命丞相 御使负责审查 赵广汉怀疑丞相位 乡的夫人曾杀死婢女 便打 算用此事来威胁丞相 但丞相却假紧了审查 于是 赵广汉亲自率领官吏 兵族进入丞相府 赵丞相夫人前来 跪在院中接受谈问 并抓走了乡府奴婢是余人 丞相未相上书 汉宣立为自己变白 汉宣立命廷尉负责处理 经调查证明 是丞相自己因一名婢女犯犹过失 加以则打 送到外宅后才死去 并非像赵广汉说的那样 汉宣立厌恶赵广汉的行为 下令将赵广汉逮捕 官压在廷尉狱中 官吏和百姓听说赵广汉被捕 纷纷守在皇宫 门前豪哭 达数万人之多 有人说 我活着对皇上并无一处 情愿代替赵经赵去死 让他留下来赵广小民 然而赵广汉终于被腰斩 赵广汉身为经赵也 连结明察 以威延义者豪详 使小民各得其所 受到百姓的思念和歌颂 七 十岁 少府宋仇 坐以凤凰下鹏城 未至京师 不足美 贬为似水泰富 七 这一年 少府宋仇也声称凤凰飞及鹏城 未到长安 不足以再美 受到指控 被贬为似水国 泰富 八 上选博士 建大夫统正式者补郡国首相 以肖旺之为平原太守 旺之上书曰 陛下哀民百姓 恐得之不咎 西出建官 以补郡力 朝武征臣 则不知过 所谓忧其为而旺其本者也 尚乃正旺之路首少府 八 汉宣帝正选通小政务的博士 建大夫充任郡太守和封国丞相 任命肖旺之为平原太守 肖旺之上书汉宣帝说 陛下哀敛百姓 唯恐恩德 不能遍及天下 将朝中建官全部害到各郡 国掌管的方式物 但朝中缺少直建之臣 却不能使陛下了解朝政的缺失 这正是所谓只忧虑末梢 而忘记了根本 于是汉宣帝正调消忘之担任少府 九 东海太守和东颖温规 以致郡高地入围又浮风 温规为人 宫连明察 郡忠列明贤 不孝解奸邪罪名尽之之 县县各有几级 则听其政 有其名则少缓之 列明小姐 折批几 举人必于秋冬科列大会中 急出行线 不已无事实 其有所取也 以依仅百 立民皆福 恐惧 改行自新 其为伏风 选用联品及建立以为幼稚 接待有礼 好无欲同之 其父温规 法亦必行 人文良先退 不以行能教人 故有得名誉于朝廷 九 东海太守和东人影温规 因至李俊武成继忧等 被调入京担任又扶封一职 因文规为人公正 连解 明察 对郡中官吏和普通百姓的好坏 及奸邪之徒的罪状无不见之 他对志向每个县的情况 都有专门记载 亲自处理各县的政务 凡于下属处理事务过于可及 他便命期稍加平缓 如属下官吏办事稍有懈怠 他则亲自查阅有关记载督促 尹文规逮捕罪犯 都在秋冬考核官吏大会中 或出寻各县之际 而不在平日无事时进行 他逮捕罪犯 目的在于以一警百 官吏和百姓全都敬服 心怀恐惧 改过自信 尹文规出任又浮风 选用清廉公正 及恶如愁的官员 担任高级职务 待人节悟注重礼节 无论自己喜欢还是厌恶 都同样对待 但对违抗命令者 也必加处罚 然而尹文规为人分和谦虚 从不一是自己的才能 看不起别人 因此在朝中尤其受人赞誉 十初 乌孙公主少子万年有宠于刹车王 刹车王死而无子 十万年在汉 刹车国人既 欲自脱于汉 又欲贼乌孙心 上书请万年为刹车王 汉许之 前使者西出国宋万年 万年出力 暴恶 国人不说 十 当初 嫁于乌孙王的汉朝公主的小儿子 万年受到刹车王的宠爱 刹车王死后 没有儿子 当时万年正在汉朝 刹车国人商议 既想脱避于汉朝 又想取得乌孙 国的欢心 于是上述汉朝廷 请求立万年为刹车王 汉朝同意所请 派使者西冲国护送万年前往刹车 万年刚当上刹车国王 就非常残暴凶恶 刹车仍身为不满 上令群臣 局可使西域者 前将军韩增取上当风奉事 以为后使持即送大 万诸国客之一群城 会顾刹车王帝乎 图征宇航国共杀其王万年 即汉使者西冲国 自立魏王 使凶奴又发兵公车失诚 不能嫁而去 刹车前使扬言北 到诸国也各属凶奴役 于是攻杰南道 约上蒙叛汉 从善善一息解决不通 兜户正吉 校尉司马皆在北道诸国间 奉事与其赋言娼气 以为不及机智 则刹车日强 其事乃至 必为心欲 遂已接欲告诸国王 引发骑兵 南北道和万五千人 进鸡刹车 攻拔其城 刹车王自杀 传起手谕长安 更立他昆弟子为刹车王 诸国西平 威震西域 奉事乃罢兵以闻 帝赵建韩曾曰 赫将军所举的其人 汉宣立命全臣 举剑能够出使西域的人选 经前将军韩曾举剑 上党 任冯凤氏以为后身份充当使者 携带皇帝福洁 护送大阪等国客人到达伊勋城 赵小前刹车王的弟弟忽图征联合邻国势力 一同杀死区王赖年和汉朝使者西冲国 自立为杀车王 当时 匈奴再次出兵攻打车师城 未能攻下 撤兵而海 杀车国派使者扬言 西域北陆各国已归属匈奴了 于是派兵攻打南陆各国 与各国结盟 背叛汉朝 使西域自善善国以西 全部与汉朝绝交 此时都护正吉 校尉司马都在北陆各国间 逢奉事与吉府 使严昌商议 认为如不利及攻击刹车 那么刹车将日益强盛 难以控制 必定危及整个西域 于是以皇帝福洁告语各国国王 争到各国军队 南北两路共一万五千人 进攻刹车 结果刹车城被攻克 刹车王自杀 首级被送至长安 改立前刹车王其他兄弟的儿子 为刹车王 逢奉事率兵将各国全部平定 威震西域 然后罢兵 纵吻朝廷 汉宣帝赵建韩增说 祝贺将军 你举荐的人非常出色 奉事碎西至大碗 大碗文齐斩 刹车王 竟之于他使 得七名马相龙而骸 上慎说 一封奉事 丞相将军皆以为可 独少府 萧望之以为奉事 奉事由始 而善之为命 发诸国兵 虽有功效 不可以为后法 即封奉事 开后奉事者利以奉事为比 争逐发兵 要供万里之外 为国家生事于一敌 见不可偿 奉事不宜受封 上善望之以 以奉事为光禄大夫 逢奉事于世西至大碗 大碗王听说他杀死了 刹车王 所以对他特别恭敬 与对别的使称不同 大 碗国向汉朝皇帝 尽线了一匹 叫做相龙的名马 冯奉事将妻带回长安 汉宣帝大为高兴 与朝臣商议 打算封冯奉事为侯 丞相 将军等都认为可以 只有少府 萧望之表示反对 他认为 冯奉事作为朝廷的使臣 有指定的任务 而他却违背使命 擅自用皇上的名义 争到各国军队 虽然建立功勋 却不能让后人笑法 如封冯奉事为侯 以后奉命出使的人 将以他为榜样 争着争掉各国军队 以图建功于万里之外 使国家在外族地区多 声势端 此封不可见长 因此冯奉事不宜受封 汉宣帝认为 萧望之的话很有道理 于是任命冯奉事为光陆大夫 没有封侯 二年 丁四 前六十四 二年 丁四 公元前六十四年 一 春 正月 涉天下 一 春季 正月 大涉天下 二 尚玉丽皇后 使管桃主母华及淮阳县王母张 楚孝王母为皆爱性 尚玉丽章为后 九知 尘爱或是遇害皇太子 乃更选后公无子而谨慎者 二 月 以丑 立长陵王为皇后 令母养太子 封其父奉光为穷臣侯 后无宠 昔得尽见 二 汉宣帝打算孽皇后 当时 关桃公主的母亲 花己淮阳县王的母亲张 初孝王母亲们 都说到汉宣帝的宠爱 汉宣帝想立长为皇后 但迟迟不觉 鉴于前皇后霍正军 企图害死皇太子刘的教训 便挑选后宫中没有儿子 且行为谨慎的人立为皇后 二月一首 二十六日 汉宣帝立长领人 王为皇后 命她作为皇太子的母亲 负其养育太子 的责任 封其父王奉光为穷成侯 新皇后不受宠爱 很少能见到皇上 三 五月 赵曰 遇者 万民之命 能使生者不怨 死者不恨 则可未闻利益 金则不然 用法或持小心 西律二端 深险不平 奏不如实 尚未网游之 四方黎民江河养灾 二千十个察官署 勿用此人 利或善兴摇曳 世出传 称过时刻 约之于法遗去名誉 譬如建伯兵一代白日 岂不待灾 今天下破被几亿之灾 朕甚免之 其令郡国被灾甚者 无出今年租赋 三 五月 汉宣帝班部诏书说 刑狱 关系着万民的生命 只有能使生者不抱怨 死者不怀恨 才可以称得上是称职的官吏 如今却不是这样 有的官吏用诈识巧 玩弄法令 断章取义 对律文作出不同解释 判决案欲轻重不公 又不如实上奏 连阵也无法了解真相 四方万民还有什么仰仗 之妄呢 二千十官员要分别督察自己的属下 不得任用这样的人 还有的官吏擅自蒸发摇曳 装饰兵馆驿站 使过往实者和官员称心如意 超越职权 违反规定 以搏举赞誉 这种情况 就如同踩在搏冰上等待太阳出来 岂不危险吗 现在天下不少地方有疾病瘟疫流行 朕十分怜悯 凡说在众的郡 国 免除百姓今年的田租赴税 四 又曰 文古天子之名 难知而亦会也 其共会寻 四 汉宣帝在诏书上还说 听说 古代天子的名字 民间都不常用 容易避讳 所以我改名为流行 五 凶 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弟肥美 近匈奴 使汉得知 多田几谷 避害人国 不可不争 由是数遣兵及车师田者 正即将取离田族七遣余人救之 为匈奴所为 即上言 车师去取离千余里 汉兵在取离者少 是不能相救 愿一田族 上语后将军照出国等议 欲因匈奴衰弱 出兵积齐右底 使不得富扰西域 五 匈奴国的大臣们都认为 车师国土地肥沃 又靠近匈奴 如被汉朝得道 在那里大量肯田 积聚古物 并为我国之派 所以不能不将车师 从汉朝手中夺过来 于是多次派兵袭击 在车师屯田的汉人 正即率领在取离屯田的 汉朝兵族七遣余人 前来援救 为匈奴兵围困 正即派人向汉宣帝报告说 车师去取离一千余里 在取离的汉军兵力单薄 难以援救车师 希望能增派屯田军队 汉宣帝与后将军召出国等商议 打算成凶奴国力衰弱的机会 出兵袭击其西部地区 使其不能再骚扰西域各国 未向上书建约 陈文之就乱 诸报 为之一兵 兵力者亡 敌家于己 不得也而其者 为之应兵 兵应者胜 憎恨小顾 不忍愤怒者 为之奋兵 兵分者败 利人土地 获保者 为之贪兵 兵贪者破 使国家之大 污民人之重 欲见危于敌者 为之交兵 兵交者灭 此武者 非但人士 乃天道也 奸者匈奴 常有善意 所得汉民 这奉归之 未有犯于边境 虽争屯田车师 不足至义中 金文竹将军 御兴兵入七地 沉于不知此兵 和明者也 金边郡困乏 父子贡献 杨之求 令草来之使 惨恐不能自存 难以动兵 君旅之后 必有凶年 严密以其愁苦之 弃伤阴阳之何也 出兵虽胜 有有厚忧 恐灾害之便 因此以生 金郡国首相多不识选 风俗有宝 水汗不识 岸新年子弟杀父兄 七杀父者 凡222人 陈渝已为此 非小便也 金左右不由此 乃欲发兵报 先界之愤于远宜 戴孔子 所谓 吴孔济 孙之忧 不在专于 而在 萧强之内也 尚从 相言 直遣 长轮 侯常会将 张燕 九圈 七网 车师 赢 正积及其理事 还取离 照顾车师 太子拘束在 延期者 立意为王 尽系车师 国民 令居取离 随以车师 顾地狱 匈奴 以正机 为魏司马 是护善善 以西南道 丞相 魏乡尚书 汉宣帝 劝阻说 我听说 为人解救危乱 诸除凶暴 可以称之为 义兵 兵堂仁义 陈防于天下 如果受到 敌人的侵略 不得已起而应战 则称之为 英兵 也可以取得胜利 为了一点 细小的仇恨 忍不住 愤怒而起兵 称之为 奋兵 奋兵往往失败 贪图别国的土地 财富而起兵 称之为 贪兵 贪兵将为 别人所破 自使国家强大 人口众多 企图在敌方面前 显示自己的威力 称之为 骄兵 骄兵将会灭亡 这五种情况 不仅是人士 实为上天的意志 近来 匈奴曾向我国 表明善意 得到汉朝的百姓 马上就将他们送回 未曾侵略 我国边境 随于我国 争着在车尸屯田 我认为不足介意 现在听说各位将军 打算兴兵攻入匈奴境内 恕我愚昧 不知此兵名义何在 如今边 景各郡都很困乏 百姓们父子 共穿一件狗皮 或羊皮衣服 考野草野果冲击 他们对自己的生存 常常感到忧心 难以争调 他们去当兵打仗 老子说军事行动之后 必然会出现灾年 就是说百姓们 以他们的愁苦怨恨之气 伤害了田地间的阴阳邪调 所以一旦兴兵 即使取得了胜利 也会带来后患 恐怕灾变从此产生 如今各郡太守 各封国成相多不称职 风俗尤为不正 水汗在海不时发生 就在今年 儿子杀父亲 弟弟杀哥哥 妻子杀丈夫的共222人 我认为这种情况绝不是小事 现在陛下左右的人 不为此事担忧 却想发兵到遥远的蛮夷 值得去报复细小的怨愤 恐怕正如孔子所说 我担心计 孙氏的忧患 不在专于国 而在萧强之内 汉权帝接受了卫乡的劝告 指派长龙侯常会率领张叶 九权的骑兵前往车师 借政级及其所率将士还回渠 有赵歼车师太子 正在燕齐的军祖 立为车师王 将车师国百姓全部迁徙 让他们到区居住 将原车师 国地区让的匈奴 汉权帝任命政级为魏司马 负责善善一息的南鲁地区的安全 六 为乡跑观看故事及便宜张纵 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 及仙臣假议 朝措 董仲书等所言 奏请施行之 相赤恩使暗示郡国 及修告 从家还日府 折白四方一文 或有逆贼 风雨灾变 俊不上 相折奏言之 与御使大夫秉及同心腹证 上界众志 六 为乡喜欢阅读有关汉朝 就事的记载 和前人提出改良建议的奏章 多次列 举汉豪建国以来推行的 于国有益的措施 以及先臣假议 朝措 董仲书等人的建议 奏请汉宣帝批准实行 丞相府的官员 因公事到郡国 其休假从家回到乡府 卫乡都命他们将各地发生的奇闻 意识报告给他 如果有的地区出现逆贼 或自然灾害 郡府不向朝廷报告 总是由卫乡奏闻朝廷 卫乡与御使大夫 秉及同心协力辅佐朝政 汉宣帝对二人都很倚重 秉及为人身后 不乏善 自曾松遭遇 也绝口不到前恩 故朝廷莫能名其 公也 毁夜天公毕 则令民夫尚书 自臣常有阿宝之功 张下约庭令考问 则此饮食者秉级之状 也庭令将则一御使福以示及 即时 魏则曰 乳常作养黄曾松不谨 毒赤乳 乳安得有功 毒魏成虎祖 怀阳国中卿有恩儿 分别走祖等供养劳苦壮 召集求祖 征卿 以死 有子孙 接受厚赏 召免则为庶人 赐钱十万 上清见问 然后知己有救恩 而终不言 尚大贤之 秉及为人身沉重后 不夸耀自己的功劳 自汉宣帝 即位以来 秉及绝口不提以前 对汉宣帝的恩惠 所以朝中无人知道他的功劳 正巧一个名叫 则的叶庭所属公毕 让自己的老百姓丈夫 尚书朝廷 臣书自己对皇帝 曾有抚育之功 汉宣立命 叶庭令负责查问此事 公毕则在供词中 提到丙姬了解当时的情况 叶庭令将公毕 则带到御师府来见丙姬 丙姬认识他 对他说 你当年抚于皇曾孙时 因照顾不周 我还曾则打过你 你有什么功劳 只有未成人胡祖 怀仰人郭真卿对皇曾孙有恩 于是分别将胡祖等当年 共同辛勤抚养的情况上 奏汉宣帝 汉宣帝下诏 命寻访胡祖 郭真卿 但二人已然去世 只有子孙尚在 都受到丰厚的赏赐 汉宣帝又下诏赦免责的官奴婢身份 使他成为平民 赐给他十万钱 并亲自召见 询问当年情况 这才知道丙姬对自己有救恩 却一直不肯透露 对丙姬的贤德大为感动 七 帝以肖旺之精明持重 议论有余 才认在相 玉强是其正事 负义为左封义 旺之从少府出为左迁 孔有不合议 既已并 尚文之 史诗中成都侯金安尚玉一元 所用戒更致敏也考工 君前伟平原太守日前 故富士之于三府 非有所闻也 望之极其世事 七 汉宣帝认为肖望之 善于仇化 为人耻重 很会分析议论 才能堪卫丞相 打算仔细考察 他处理政务的能力 便又任命他为左封义 肖望之 本为少府 如今从宫廷被降到地方 担心皇上对自己有不满意之处 便尚书汉宣帝 以游病为理由 打算辞去官职 汉 宣帝知道后 派世中成都侯金 安尚向肖望之 解释自己的意思说 这样做都是为了考察 你治理百姓的能力 你以前当平原太守的时间太短 所以再调你到三府地区试用 并非听到什么不利于你的议论 于是肖望之 立即起身处理政事 八 初 叶平令张赫数位帝车西将军 安氏称皇曾孙之才美极真怪 安氏哲绝止 以为少主在上 不宜称树曾孙 即帝继位而赫已死 尚未安氏曰 叶平令平生称末 将军指之 是也 尚追思赫恩 玉丰其种为恩德侯 致首重二百家 赫有子早死 自恩是小拿彭祖 彭祖又小语上同席言书至 玉丰之 先次觉官内后 安氏身辞赫风 又求损首重户数 稍减至三十户 尚曰 吴自为叶平令 非为将军也 安氏乃至 不敢赋言 八 当初 叶平令张赫多次 在齐帝车西将军 张安氏面前 称赞黄曾孙的才干 并谈到与黄曾孙 有关的一些奇异征兆 张安氏总是禁止 他说这些 认为上有年轻的皇上 不应称道 黄曾孙 到汉宣帝即位时 张赫毅然去世 汉宣帝对张安氏说 叶平令当初 无端地称赞我 将军制止 他是对的 汉宣帝追念张赫 对自己的恩惠 打算追封他为恩德侯 为他设置二百人家守墓 张赫的儿子去世很早 收张安氏的小儿子 张鹏祖为养子 张鹏祖又年时 又曾与汉宣帝一起读书 所以汉宣帝打算封张鹏祖为侯 先刺他为官内侯 张安氏对张鹏丰侯之事 坚决辞写 又请求减少为张鹏守墓的户数 逐渐减至三十户 汉宣帝 说 我本是为叶平令 并不是为将军你 张安氏这才罢休 不敢再说 九 上心记顾昌义王贺 刺山羊太守张长戏书 令警被盗贼 查往来过客 无下所赐书 长于是条奏贺居处 驻其废王之孝曰 顾昌义王为人 青黑色 肖木 笔墨瑞碑 稍须美 身体长大 即为 行步不便 陈场长雨之言 欲动观其意 即以恶娘感之约 昌义多肖 顾王英曰 然 前赫熙至长安 书乌肖 复来 冬至济阳 乃复闻肖 生 查顾王依附 言语 贵起 轻狂不讳 陈场前言 哀亡歌舞者张等诗人 无字 留守哀亡缘 轻罢归 顾王文之曰 忠人守缘 急者当物质 相杀伤者当物法 欲令即死 太守奈何而欲罢之 其天赐血游乱亡 终不见人亦如此 尚乃之贺不足迹也 九 汉宣帝心中对元昌义王刘鹤很是忌惮 赐给山阳太守张场诏书 命他严防盗贼 注意查看来往的人 并命张场不得将所赐诏书公布出去 于是张场一一 奏报刘鹤的起居行指 写明他被废除后的反应 说元昌义王肤色清黑 眼睛很小 鼻尖塌陷 胡须眉毛稀少 身材高大 有肢体伪弱的病 行走不便 我曾经与他交谈 想在说话时观察他的内心活动 便借用恶鸟引诱他说 昌义地区猫头鹰很多 元昌义王说 谁啊 以前我息至长安 一只猫头鹰也见不到 回来时 东航到济阳 才又听到猫头鹰的叫声 我观察他的衣着 言语 跪下 起立的举止 就像一个糊涂的白 吃 我曾经对他说 令尊昌义爱王的歌舞 姑女张等十人都没有儿女 留守在爱王的墓地 请你放他们回家吧 他听后说道 宫女守目 有病的不应医治 相互打架杀伤的也不应处置 我想让他们早早死去 太守为什么要放他们走呢 可见其天性喜好走乱王的路 到底不懂得什么叫做仁义 于是汉宣帝知道刘鹤不足忌惮 三年 五五 前六十三 三年 五五 公元前六十三年 一 春 三月 赵 封顾昌义王和蔚海关侯 一 春季 三月 汉宣帝下赵封元昌义王 刘鹤 蔚海关侯 二 义魏 赵曰 朕微渺时 御是大夫秉急 中郎将诗曾 诗玄 掌月魏魏许顺 诗中 光露大夫许严寿 皆与朕有救恩 其古业庭令张鹤 辅导镇功 修文学经术 恩惠着意 绝功冒烟 诗不云乎 无德不报 封鹤所子弟子诗中 中郎将庞祖为阳都侯 追赐鹤士曰阳都哀侯 即为伯阳侯 曾为江陵侯 玄为平台侯 顺为伯旺侯 严寿为岳成侯 贺友郭孙霸 年七岁 败为散旗 钟郎将 赐绝官内侯 故人下志郡抵御 副座常有阿宝之功者 接受官录 填财物 各以恩深浅报纸 二 以为 初尔 汉宣帝下诏说 正在平民时 御史大夫秉急 钟郎将诗曾 诗玄 掌月未未许顺 诗中 光禄大夫续严寿 都对朕有救恩 还有一部 叶庭令张赫 对朕辅导教育 使朕阳喜如树 恩惠卓著 功劳最大 诗经上说 没有不应报答 的恩情 金特封张赫的杨子 诗中 钟郎将张鹏祖为阳都侯 追赐张赫是号为阳都哀侯 并积为伯阳侯 诗曾为江陵侯 诗玄为平台侯 许顺为伯望侯 许颜受为岳臣侯 张赫有一国松名叫张霸 年仅七岁 被任命为散旗 钟郎将 赐绝为官类侯 凡是汉宣帝从前的老乡时 夏至当初在郡地狱中 按刑律服劳役的妇女中 曾对他有抚育之恩的人 都被赐给官物 土地 房屋 财物 分别按照恩德的深浅予以报答 吉林当 封 病 尚优其不起 将使人旧家印福而封之 吉区生存也 太子太父下侯圣曰 此为此也 臣们有因得者必想其乐 以及子孙 金即为货报而吉慎 非其死吉也 后病过语 秉吉在受封时身患疾病 汉宣帝担心他一病不起 准备派人将薄阳侯印信送到他的身边 让他能在生前受封 太子太父下侯圣说 秉吉这次不会死 我听说 凡是基有因得的人 必然能在生前受到回报 并言及子孙 如今秉吉尚未得到陛下的 报答而病重 这个病不会死 后秉吉的病果然痊愈 张安氏自已父子封侯 再为太圣 乃此路 教都内别藏张氏 无名前一百万数 安氏谨慎周密 美定大政 以绝 折一并出 文有赵令 乃经 使立之常向府问焉 自朝廷大臣 莫知其余一也 常有所见 亲人来谢 安氏大恨 以为举贤达能 其有四谢邪 绝福福未通 有郎功高不调 自言安氏 安氏应曰 君之功高 民主所知 人臣只适合长短 儿子言忽 绝不许 以儿郎果谦 安氏自见父子尊贱 怀不自安 为子言寿求出不利 尚以为北帝太守 随于 尚敏安氏年老 附争言寿为左曹 太仆 张安氏自认为父子都被封侯 权位太圣 便向汉宣帝请求辞去奉路 汉宣帝命大司农所属 都内衙门单独为张安氏收藏 这笔无名钱 达到数百万 张安氏仅剩周密 每次与皇帝商议大事 决定后 他总是称便退出 等听到皇帝颁布诏令后 再假装大师已经 派人到丞相府去询问 所以 即使是朝廷大臣 无人知道他曾参与此事的决策 张安氏曾向朝廷举见过一个人 此人前来道谢 张安氏非常生气 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 难道可以私相仇信吗 从此与此人绝交 有一位朗官功劳很大 却没有吊声 自己去求张安氏为他说话 张安氏对他说道 你的功劳很大 皇上是知道的 做人臣子的 怎么能自说长短处 坚决不答应他 不久 这位朗官果然升官了 张安氏见自己父子的魏尊贤 内心深感不安 便 为儿子张燕寿请求出任地方官 汉宣帝任命张燕寿为北帝太守 一年多后 汉宣帝连续张安氏年老 又将张燕寿调回朝廷 担任左曹 太仆 三 夏 四月 秉子 立皇子亲立怀阳王 皇太子年十二 通论语 孝经 太父书广为少父授约 文之足不辱 知之不代 今世换十二千十 官成名利 如此不去 具有后悔 即日 父子居一并 尚书起海谷 上街许之 加四黄金二十斤 皇太子赠以五十斤 宫秦顾人设阻到宫章东东门外 宋者车数百两 道路观者皆约 贤栽二败 或叹息为之下气 三 夏季 四月秉子 十四日 汉宣立立皇子刘亲为怀阳王 皇太子刘年十二岁 以通晓论语 孝经 太父书广对少父书寿说 我听说知道满足的人不会受辱 知道适可而止的人不会遇到危险 而今我们左官已到二千十高位 功成名就 这样再不离去 恐怕将来会后悔 于是 当天 书之二人就一起 以身体患病为理由 上书汉宣帝请求退休 汉宣帝批准所请 加四黄金二十斤 皇太子也赠送黄金五十斤 公秦大臣和故人在东都门外设白酒宴 陈设为帐 为他们送行 前来乡送的人乘坐的车辆 达数百辆之多 沿途光看的人都赞道 两位大夫真是贤明 有人甚至为之感叹落泪 广 受归乡礼 日令其家卖金共聚 请族人 顾酒 宾客 与香余乐 或劝广以其今为子孙 获利产业者 广曰 无其老辈不念子孙哉 故 自有旧田卢 令子孙亲力其中 足以共一时 与凡人其 金富 曾以之以为盈余 但交子孙戴多耳 贤而多才 则孙其智 与儿多才 则亦其过 且夫妇者种之愿也 无济无你交化子孙 不予亦其过而生愿 由此金者 圣主所以会养老臣也 故乐与香党 宗族共享其次 已尽无欲日 不亦可乎 于是族人岳父 书广和书说回到家乡 每天都命家人 变卖黄金 设版练习 请族人 具有 宾客等一起取乐 有人劝书广用黄金 为子孙购置一些产业 书广说 我难道年曼婚庸 不顾子孙吗 我想到 我家原本就有土地房屋 让子孙们在上面勤劳耕作 就足够供他们饮食穿戴 过与普通人同样的生活 如今再要增加产业 失有盈余 只会使子孙们懒惰懈怠 贤能的人 如果财产太多 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 愚蠢的人 如果财产太多 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 况且富有的人 是众人怨恨的目标 我既然无法教化子孙 就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 而产生怨恨 再说 这些金钱乃是皇上用来恩养老臣的 所以我愿与同乡 同族的人共享皇上的恩赐 以度过我的余生 不也很好吗 于是族人都心悦成福 四 英川太守皇霸使游庭 相关携处机 臀 以善官 寡 穷者 然后未调交 至父老 失律 武常 搬行之于民间 劝以为善房间之意 即物耕赃 节用 职财 中暑 续养 去福音之费 其致 敏言敏蜜 出若繁岁 然爸经历能推行之 立民见者 与自寻意 问他因府里向餐 考 聪明时事 立民不知所出 贤称神明 好理不敢有所欺 奸人去入他郡 盗贼日少 爸立行交化而后诸法 勿在成就权 安常立 许成老 并龙 督由白玉竹之 爸曰 许成连立 虽老 尚能拜起送迎 正颇重听科章 且善助之 勿施贤者意 或问其故 爸曰 受益涨力 送股迎新职费 即监立姻缘 局部书 到财务 公司费号甚多 皆当出于你 所以兴力又未必闲 或不如其故 图乡以为乱 凡之道 去其太甚者 爸以外宽内明 得利民心 户口遂增 至为天下第一 征守经赵尹 轻之 做法 连贬质 有赵富贵影 川内太守 也八百十居 四 英川太守 皇大命 郡内驿战 和相关 一律处养鸡 朱 用以救济独身男子 寡妇和贫穷之人 后来又定立规章制度 设置父老 失律 五常 在民间推行 教育百姓 行善防恶 务农养残 节俭用度 增加财富 种植树木 饲养加蓄 不要将钱财浪费在表面或无异之处 黄霸 治理地方 既杂窃 戏 开始时 自顾繁琐细碎 黄霸却能集中力量贯彻推行 接见属下官吏 百姓时 从交谈中寻找红锁 询问其分潜伏的问题 以相参考 黄霸聪明而能够认识世青的真相 属立及百姓们不知其所以然 都称赞他如神明一般 不敢有丝毫欺瞒 奸邪坏人纷纷逃到别的郡 英川地区盗贼日益减少 黄霸对下属官吏 首先进行教育和感化 如有人不遵教化 再对其施以刑法 力求成就 保全他们 虚献献成年老耳聋 郡都有禀告黄霸 打算 将其斥足不动 黄霸说 虚献献成是个青年官吏 虽然年老 但尚能假败起立 宋莽迎来 只不过有些耳聋 又有什么妨碍 迎好好帮助他 不要使贤能的人失望 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 他说 频繁的变更重要官吏 会增加送救迎新的费用 监华官吏也会写基藏匿档案记载 盗取财务 公司费用耗费过多 全要由百姓们承担 新换的官吏也未必贤能 或许是还不如年来的 就会突然增加混乱 治理的方法 不过是去掉态 不称职的官吏而已 黄霸外表宽厚 内心明察 很得官吏百姓之心 郡内户口年年增加 政绩天下第一 汉宣帝征召他担任经赵尹 不久 因为指控违法 连续受到降级处分 后汉宣帝下诏让他重新回到颖川 以八百十的官制充任颖川太守 四年 几位 前62 四年 几位 公元前62年 一 春 正月 赵 年八十以上 非乌狗 杀伤人 他皆勿作 一 春季 正月 汉宣帝班 布兆书说 年纪在八十以上的人 除犯有乌狗 杀人 伤人之罪以外 其他罪一概免履论处 二 有福封隐温归族 家无余彩 秋 八月 赵约 温归连平相政 致敏尼等 其赐温归自黄金 百金 以奉祭祀 二 有福封隐温归去世 家无余彩 秋季 八月 汉宣帝下诏说 隐温归连结公正 治理百姓成绩优异 赐给隐温归之字黄金 百金 作为祭祀之用 三 尚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孙 师侯者 得怀礼公成州广汉等百三十六人 解释黄金二十金 父七家 令奉祭祀 事事误决 三 汉宣立命有关部门 查访汉高祖功臣的子孙中 失去侯爵的人 共查出怀礼公成州广汉等一百三十六人 一律赐予黄金二十金 免除其家摇曳赴税 命其负责祖先的祭祀的事物 事事不决 四 秉吟 傅平静侯张安氏宫 四 秉吟 十一日 傅平侯张安氏去世 五 初 扶杨节侯伟贤宫 长子 洪有罪信誉 家人缴贤令 以赐子大和的位玄成为后 玄成身之妻非仙雅义 既扬为病狂 卧便利 妄孝语 混乱 聚葬 当席诀 也狂不应兆 大红卢作壮 张夏丞相 遇事暗宴 暗示丞相时乃月玄成书曰 古之辞让 必有文艺可观 过能吹荣誉后 君子独坏容貌 蒙耻辱为狂痴 光耀而不宣 为哉子之所托明也 朴素于漏 过为丞相之事 愿少闻风生 不然 孔子伤高 而朴未笑人也 玄成有人是朗章 义上书言 圣王贵 以礼让为国 以悠仰玄成 勿往其至 使得自安行丸之下 而丞相 欲使虽以玄成时不病 和奏之 又赵勿合 引拜 玄成不得已 受绝 地高旗节 义玄成为河南太守 五 当初 扶阳节侯维贤去世后 维贤的长子维红 因罪被逮捕下狱 维家假托维贤生前有令 以二儿子大和 都为维玄成 作为维贤的继承人 维玄成生之 这并不是父亲的本意 便假装疯癫 躺在泛尿之中 胡言乱语 又笑又闹 安葬了维贤之后 维玄成 应当继承扶养侯爵位 但他却继续假装疯癫 不肯应招席诀 大鸿炉向汉宣帝奏报此事 汉宣帝命丞相 御氏和燕是否属实 查办此事的丞相时 便写信给维玄成说 古人辞让爵位的 都若有文章 说明自己的人民行为 因此才能流芳后世 如今你却只是毁坏容貌 忍受耻辱而伪装疯癫 有如微信的光亮 照顾了多远 你所能得到的名声是很小的 我一向愚昧浅漏 勉强未成相办事 希望能稍微听到外界对你的议论 不然的话 恐怕你会因清高而受到伤害 我成了检举你的小人 维玄成的朋友 一个叫做张的士郎也上书说 圣明的君主为国尊重礼让行为 应当拥待维玄成 不必违背他的意志 使他得以自安于清贫的生活 而丞相 御史则以维玄成本 没有封天之 并没理由弹劾他 汉宣帝下诏命不备残河 命令他来承袭爵位 为玄成迫不得已 只得奉命袭爵 汉宣帝欣赏他的志杰 任命他为河南太守 六 车师王乌贵之走乌孙也 乌孙留步 浅 汉前使则乌孙 乌孙送乌贵一犬 六 车师王乌贵逃到乌孙后 乌孙将其收留 汉朝派使臣则问乌孙 乌孙将乌贵送往长安 七 初 五立开河西四郡 隔绝枪与匈奴相通之路 赤竹朱枪 不使居皇中帝 吉地即位 光禄代赴一渠 安国使行朱枪 先临好言 愿使渡黄水北 竹民所不填处序目 安国一闻 后将军赵冲国和安国奉使不敬 事后羌人旁援前沿 地冒渡黄水 郡县不能进 七 当初 汉武帝海辟和西四郡 隔断了羌人与匈奴联系的通道 并驱逐羌人各部 不让他们居住在黄中地区 吉至汉宣地即位 派光禄代赴义渠安国 巡查羌人各部 羌人先领部落首领 对义渠安国说 我们希望能时常北渡黄水 到没有耕地的地方放牧 义渠安国表示同意 并纵闻朝廷 后将军赵冲国弹劾义渠 安国奉使不敬 善作主张 此后 羌人以汉使曾经许诺为借口 强行渡过黄水 当地郡县无力尽止 继而先领 与诸枪众侯二百余人解仇 交致 蒙祖 尚文之 亦问者冲国 对曰 枪人所以一智者 以其种自由豪 树相攻击 使不一也 往三世与最西枪反时 亦先解仇和曰公令居 与汉相聚 五六年乃定 匈奴术又枪人 欲之攻击张燕 就全帝 使枪居之 兼者匈奴困于西方 以其更前使之枪中与相解 陈孔枪便未知此 且复杰连他种 以己未然为之辈 后悦于 枪侯狼和过前使之匈奴急兵 欲姬善善 敦煌以绝汉道 中国以为 狼和事不能独造此计 以匈奴示意之枪中 先灵 乃解仇作乐 刀求马肥便避其矣 依遣使者行鞭兵 欲未被斥 是诸枪无令解仇 以发掘其谋 于是两府赴白潜一区安国行试诸枪 分别善恶 不久 先灵部落与其他各枪族部首领 二百余人解除相互监怨仇 彼此交换人士 共同盟是 汉宣帝听说后 就此询问赵冲国的看法 赵冲国说 枪人之所以容易控制 是因为其部落各自有首领 彼此间多次互相攻击 是 立部统一 三十多年前 西枪背叛朝廷时 也是先解除自身内部的仇怨 然后合力进攻令居 与汉朝对抗 历时五六年才平定 匈奴多次引诱枪人 企图与枪人联合进攻张叶 九泉地区 让枪人在那里居住 近年来 匈奴西部地区受到困扰 我怀疑他们有害死者 到枪中与枪人部落联合 我恐怕西枪事变并不局限于此 他们还会和其他部族再次联合 我们应提前做好准备 一个多月以后 枪人首领 枪侯狼和果然派使者到匈奴去 借兵 企图进攻善善 敦煌 隔断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 赵冲国认为 狼和不可能独自顶出此计 我怀疑匈奴使者已经到达 枪中 先灵 等枪人部落才解除仇恨 定立蒙约 一道秋季马匹肥状之时 必有事变发生 应派出使臣 巡视边在防御情况 预先备好施令 设法阻止 枪人各部落解除仇恨 瓦解他们的联盟 以揭露他们的阴谋 于是丞相 御使再次秉明汉宣帝 派一区安国巡视乡人各部 区分各部的善恶 8. 事实 比年丰刃 股是五钱 8. 这时 因农业连年丰收 一时股物的价格是五钱 3. 画面丰 wohl 3. 锐